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录制一段视频 你看大家看到我现在正在用手机和我的爱人喜悦正在聊天 为什么要和我爱人喜悦聊天的时候给大家录制这个视频呢 就让大家知道在这个南海里头有一个叫纳图纳寻岛 纳图纳,纳,纳图纳,这就是什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图纳,纳,比如说纳妃,纳妻,纳妾 就说娶老婆的是纳图纳,本土的是婚姻 懂了吧,纳图纳 那么这里头呢,就我和我妻子 我妻子是满族人,希塔拉氏 我呢是汉人,我姓张 对吧 共产党人呢,他最近利用了微波啊,老跟我说温家宝 温家宝这人我不认识 我跟大家说呀,我跟凶手一拳打说 温家宝这人我不认识 你跟我谈温家宝干嘛呢,我不认识 对吧 他共产党的栽档,我有妄想症 我自己的事情,自己的生活还忙不过来 我想到共产党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和共产党的某些人有什么关系 我也更没想过我拥有多少多少财产 我们要的是自己的生活 我们要的是自己的钱,自己的财产 我们怎么可能拿别人的钱呢 我们怎么可能去侵扰伤害别人呢 我们怎么可能去影响别人呢 我们怎么可能去想一个我们根本没有接受过的人 我们和这样的人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怎么可能去拿不属于我们的财产呢 对不对啊 现在那脑控凶手的老跟我谈温家宝 温家宝这,温家宝那 温家宝这人我不认识 我只在电视新闻里看过 我也没跟这人有任何的个人交往 也没有私人关系 你跟我谈温家宝有什么意义呢 他们说是温家宝在指使这帮人在害我 不是那你是你作为共产党人 对吧 东杀西杀中杀南杀 你分四个阶段谋杀我们家人 你这些国这些罪犯 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专家邓肯说 这些人是国家指令罪犯 我一开始七八年前我的问题 这会儿凶手你们的名单在哪里 都有谁 你国家应该一清二楚啊 我跟凶手这么多年心照不宣 不就一直是身在影之 我逮不着凶手吗 不然我不早就报案了吗 对不对啊 温家宝包括他们李长春的 包括这个习近平和江泽民的 我们不认识他们 没有个人交往啊 没有个人关系啊 我根本不认识他们这些人 没有任何私人交往啊 我们要的是我们应该得到多少钱呢 做活人人体实验品啊 我们还得拿出一半去化解矛盾 你共产党人有点太过了吧 实在是连基本的礼仪廉耻和仁义道德都没有 对吧 你脑空凶手不要咋给我谈什么温家宝 温家宝这人我不认识 我看他这不像好东西 就凭温家宝在迫害我过运动过程中做那些事啊 我跟大家说一句实话 他共产党领导人呢真的都得配上保镖 不说话走上大街没准让人群众的打死 你信不信温家宝要敢一个人走到大街上 我就敢大斗抽的 照死为抽的你信不信 所以你脑空凶手别再跟我无聊至极了 知道吗 我再说一遍你样的精神病没有 你是杀人犯几十年了 咱们都心照不全心知肚明的 你何必如此呢 作为国家指定罪犯有多少有多少杀多少走人就完了 你要不想死才接受现代法律文明的处理 好吧 我就说这么多谢谢